就是还是跟大家去把那个探明手针这个 之前哪些学位怎么定位 简单说一下 就我们这个把上次讲的内容稍微简单说一下 然后下来的话会根据他应用的相对的几个症状 我去对应的给他每一个去讲一下 同时我们把他的相当概念 我们反正是这次在学嘛 就一次就是连他的病和怎么治一起都讲 第一部分咱们还是讲讲这个手针嘛 其实手针的话我们最早用在国内教的时候 是从医院跟医院和这个地区和卫生院 这些也合作挺多 主要是从那个教一些大家临床医生 我觉得更多去学 就是他们想学的就是说 之前我们三一省的话 天里面也是组织很多去下去做 但是后来想有什么方法能让这些 比如赤脚医生啊各种医生啊 他们能很快的去上手 而不是说咱们学院派那些 一大堆理论讲完 其实到最后到落实到基层的时候 很多他没法用 所以就为什么后来我们也在一直想 有什么方法 就是少 学位特别少 但是特别有效 所以后来就一直摸索 我就把这个手针拿出来到普及 包括我们县里面的柳林县啊 各种平空县啊 各种地方 全是以这种简单医学 就是说他不一定有多少理论知识 但是你可以让他去很快的去仿造你 就是按照你去做的一些穴位去走 就把这个效果达到很好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也想分享一下这个手针这块 也是希望大家能互相的给出一些建议和这些 把它更完善的好面 这就这一边还是我们之前讲的 就是给手针一个概念 就是说当时也是想把我们中国一些很好的方法推出去 推出去后来就想这个 我们山西其实还有个头皮针 也是做的不错 但是后来又想 手的话应该很多 因为每年也有很多的西医啊 各个跑到中国去学习 我们也是接到那个 省里头和卫生部门的那个要求 就是提供一些方法 让老外也好 后来就是综合从临床和各个方面 就考虑到就是手针的话 你是比较相对安全的 就是像你看我们要扎到身上 其他方面比较容易引起很多决定 包括有些西医大夫他也是 他虽然是学过解剖各种方面 但是他对我们经络各方面 你去给他讲一大堆 包括咱们说经络怎么走 然后怎么去 怎么去把他那个理念啊 挪耳精啊 什么气血啊 哪个通啊 什么一大堆跟他说 他不见得能听得懂 就是说你说很多 不如说能让他一马见效 就是说让他能直观的看到这个 你们说的这种中国这种方法 有效吗 如果有效 他就会跟着咱们去 深入去学习 也会跟我们进一步去合作 去做事情 但如果你讲一大堆 他又听不懂 你去让他去治 那他肯定是不太愿意的 我觉得所以说就是从这个手上 因为有些你看包括有些刚来的西医 每年去中国去学习培训的时候 我们也从他 他完全不太吸引中医 我们就从指压 就是说我们手上有些穴位 可以让他去扔指压 包括我们有几次培训的时候 有几个老外他突然 他们我们上次是在五台三培训的 突然他这个爬山 这个是你伤着了 伤着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个手上先让他自己摁 然后摁了以后他缓解了 他说看来你们说的这些点 是特别有效的 第二天早上时候 他就说能不能帮我们去扎 一扎他马上好了 我记得当时就是他们 五台三那边还有很多外宾 他们也是在旅游的 很多人后来就很感兴趣 围了一大堆人说 中国这个怎么说 这个手上一摁就有效了 然后我们当时培训的医生 马上都让我们的医生们 给他们去手上点 去给他们摁 就是说我是觉得 这个手真的对我们中医去推广 不管是在咱们国内和国外的话 它又安全又实用又好用 我觉得值得咱们去 把这一块去深入的挖掘一下 其实我们做的也是一些 前期的一些工作 就是都基本上都是从临床上 总结出来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理论方面的话 还是不够逐步的完善 虽然是申请了那个 省里面得了科技进步奖 然后国家也在申请的 但是这一块还是在 不断的去完善吧 它这个主要的话 手的话就是当时创新的时候 就是说左手和右手的话 各是18个穴位 然后18个穴位的话 几乎可以把我们全身有的疾病 大部分都可以包括了 而且是特别容易记 同时我们把它为了配合 让人更老外适合 所以把它都编成数字的了 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很多的这些 什么深寒的意义啊 名字啊 里面都没给它编 完全是简单的方法 把它标出来的 所以说你看它这边 我们就列了一个特别名气的 因为给他们说实际上 不太清楚嘛 对吧 我们刚去列一个表就跟他们讲了 我们就分的看 零区一区二区三区四区五区 让他们很直观 说你手上哪些地方 你看就是一块 每个地方对应的一些地方 这个其实也就是把整个手 给它大体的 把它从那个区域 对应的部位功能和这个ABC ABC是对应的这个手上 我们一般把手上每一条的话 拇指每个指尖 我们把它分成五块 然后分成五块以后 标出来它A1A2 2 3 4 然后你看像零区的话 后面会有个图比较直观 这边的话我们是大概看一下 像零区的话 它主要是就是皮部啊 吃外感啊 这一方面 它对应的A学 就是说零区的A学的功能 就像高润啊 这一块啊 感冒啊 其他的都特别好用 就是用的过程中 就是说比较直观 那当然你这个地方 其实还可以有好多种方法 揪啊各种啊 然后B的话就是寒暂 然后C的话就低温 所以说这一个 零区这一块 包含了差不多 跟温度这些有关的呀 这些感冒啊 是一类的外感为主的 那E区的话就是头面 像A的功能 就是头前头后面部 其实有时候 我们在治疗头目的时候 我们把那个 头皮针和这个也结合了一下 因为手针其实是 它见效很快 但是它如果能和别的一些针法 去结合的话 会有针效作用 这也就是我希望它就变成一种 可以弥补别的针法 或者说别的针法来互相去配合 因为我不太在意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谁的和不是谁的 我是特别重视这个临床效果 我认为就是各家百家都能学 学出来以后 我们最后临床算有效就行了 不用在乎说 是这个大家 那个大家和什么 因为咱们走到最后 是看效果 所以说我很多的话 把我老师的实验室的和我们家里的 还有很多老师学的东西 我把它就融合在一起 融合在一起 我就很愿意去分享和跟 跟所有人去请教 就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 别人的就会给你一些想法 逐步的就把它完善成一套 比较那个实用的吧 因为我觉得理论的东西太多了 那些是需要去学 一定要去知道它 知道它 从它里面找到一些精髓的东西 最后结合临床 然后形成一套 就是说我们走到哪里 都特别有趣 就是说一做就好 让别人觉得中医 因为我们出去不是代表咱们自己 是代表所有的这个中医人 这个二区的话 它主要是以气血方面为主了 一切有关气血方面的 你都可以跟它去走 像二区的那个上交 A就是上交 B的话是中交 C的话下交 这个在做的过程中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 因为我们最早做时候 把那个糖尿病 这方面做的最早了 早期的时候 整个团队去做 都是以糖尿病为中心的 所以说后期 虽然发明了很多方法 但是也没有脱离的 这个内肤力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说 但是我自己在门诊和医院工作的时候 我一般在二区气血方面做的时候 我还会把 我喜欢给病人 以那种多为全息的一种方法去治疗 包括他的饮食 用动 吃药 吸药 中药 包括他各个方面的心理 这些 我都会给他制定一个方案 比如说这个在气血方面 就涉及到上胶 中胶 下胶 我会把这个气功向那个八段颈 然后这些五情系列 这一类型的去给他去做 尤其像颈尖锥不好的 我会让他把八段领 里面的双手拖前领三胶 去让他做一下 这样的话 他上胶 中胶 下胶好 同时他 他不管从西医的解剖位置 还是从我们中医的那个 上中胶 下胶 他都会起到一个作用 再加上这个针灸的去配合 他的效果往往会更好一些 肌肉方面的话 这个是治疗老外用的特别多 肌肉痛的 前天还几个 这个全体运动员来我那边 也是这个肌肉的 我一般会围绕这边去走 除了局部的 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整体的去治疗 那就从手上对他整个肌肉的一个调整 至于他局部的一块 那就是细的 细化到每块肌肉去治疗 但是大体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 TM3区这个肌肉这方面给他去扎上 有的上胶 腰背痛 其实腰背痛这块在洛杉矶是最多了 但是这个其实 这个手针对他是特别快的 就是你可能就几秒钟吧 你扎完以后就很好了 他这个马上就有效了 然后四区的话是骨关节 上肢和腰背和下肢的 这边我们洛杉矶其实也蛮多的 因为咱们这边有时候好多人 他这个你看我最近发现就很多这种 阴虚这种特别多 有湿热为主的这些最近特别多 所以说在治疗骨关节 我也会把他相关性这些都给他 我一般一定会把这个大的方面去给他 尤其新病人刚来的时候 肯定会先给他去调理 我通常针灸一般前三次的话 第一次是给他调整他的整个气血 我认为就是要做生物中的调整 让他整个气血通了以后 第二次再给他适当的把他那个相关的问题 去针对性调 第三次是主要制导他的一些疾病 一般前三次这个人的话就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恢复 达到一个标准 后期的话 那我就到时候根据他的情况 逐步去调了 一般差不多 在三次针灸之下 这个人的身体就会有一个 基本的一个改善 五区就是丈夫方面了 就是上交中交下交 这个不同的气血的上交中交下 和丈夫的上交中交下交 这个是根据区域不同学 对应的病去调整的 而且当时有些也会配合在 说灵区啊 一区二区三区四区 你相配的去 就跟我们开草药一样 去配合的他去做 这个灵区的话 我们上次其实也讲过 其实说 其实我们之前写的特别复杂 就是灵区啊 哪些啊 肌肉啊 各种啊 神经啊 解泡啊 我们之前写的特别多 特别复杂 后来就觉得这个推广盒 让人用的时候 你太多东西不好 所以逐步从 从文献中查 各种写到 一大堆 最后又把它开始逐步的精简 简成一个就是说 特别明了的 就是让人家一看 就简单明了 就是说 这个就是 经过若干次精简以后 就是不希望有很多的 就是不好的废话之类的 在里面 就是说他灵区的话 十八学里面的灵区 他就在手的背部 就是在第一掌骨 赤白肉脊处 为PM灵区 我直接就告诉你是 他在手背 然后是第一掌骨 赤白肉脊 就是很明显的 我们学针灸 学中医的 和解剖这些学 马上就脑子里就知道了 然后就再把它具体的 就是说 软掌 饶侧端 掌骨 远侧端 掌骨 指关节 指间 划分 五等分 就是说 我们扎针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你要对这个骨头方面 一定要特别清楚 骨的结构 和这个肌肉 这一块 很有这个神经 因为之前 其实我有两本 几本书 也是可以 事后可以给大家 去发给大家 免费的PDF版本 它是就讲 这个神经和肌肉 的几本书 特别好 我希望也是 大家推荐给大家 可以看一下 然后从这个 顽掌关节开始 就分为TM0A TM0D TM0C TM0G 和TM0E 就是说 我就想让它 清清楚楚的 它就是五块 分出来 等分 等分出来以后 我就说 很明显的 就是说 做数学 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哪一几个区域 怎么做 然后竞争的话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它是有一些的技巧性 包括是偏多少 怎么偏 但是我觉得 那个是要你在临床上 适当地 根据自己的 本身 大家都是很好医生 你去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 适当地去体会它 即便给的一个 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 整体方向是这样 但具体临床操作中 它是因人不同的 你会 如果你去做 你做两次 你就感觉到 应该怎样会有效 你在它 真的变化方面 你去慢慢去体会 你在体会过程中 最好是和病人 鼓动 病人 你这个方向 稍微改变一点 他腰痛啊 或者是什么痛啊 外感啊 感冒各种啊 它有什么变化 你就慢慢体会到自己的 所以我这边 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详细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去 去先 了解了以后 慢慢往里去体会 这个是邻区的 然后我就画了个图 可以让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这边 有所的费经这块 分成五等分 从这个 很关键这边开始走 分成五等分 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 零A 零D 零C 零D 零E 你看 一一二三四五 通常 这个就是等分的 你这一块就 其实是一个权威的 一个 那个全息的一个理论 它这块就像外感啊 这些各方面 它就能都能包括 然后甚至你可以 在这块都可以 做一些刮沙啊 之类的 像小孩子 感冒这些 你都可以去亲戚拿手啊 这些小儿推哪 这些都能提到 效果的 这个是 一区 一区的话 它也是 我定位也是 比较简单一点 让大家看到 就是手背部 第一 与第二 涨骨间 为 TM一区 然后就说 在涨骨近侧端 完掌关节 至涨骨远侧端 掌脂关节之间 划成五等分 还是一个平均的 一个等分 然后从 完掌关节开始 分别为 TMEA TM1D TM1C TM1D 和TME 穴位 然后竞争方法 是五个穴位 均于涨骨方向 垂直进行 这个就好像 我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这里给的 就是一个大的方针 具体的 你在运作 和临床 做的东西 自己里去体会它 其实我们古人最早的时候 查文献 我特别喜欢看文献和资料 这些 每天几乎都看 最早的时候 那会儿 其实我们真就 主要其实都是手上 这个武术学这一块 做的最多的 后期体真 身上的穴位 那些逐步衍生出来 也就是说 手上和这个武术学这块 几乎我觉得 如果运用得当的话 已经把一些 很多的疾病去治了 体真那些 我个人觉得 就是说 你是为了可以加强 这个手针局部 武术学不足的地方 你去可以给它 去做一个补充 比如尤其上肌肉方面 各方面的 但是这个也不见得 对 但是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 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个就是医区 医区的话 你看就从 从这边走 从这边走的话 它 它还是等分去走的 A B C B E 这边我强调就是说 它有时候 你要想让它加强 它的效果的时候 你就适当地可以 接近它的 这个骨头的 这个地方 接近骨头 越接近的地方 它其实 效果 会越强 越强的时候 其实它 身体的刺激 也会比较大 但是大的时候 效果也就会好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在施 你想求效果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它的度 如果要是我 上个礼拜 看了个病人 他是一个 一个手术医生的护士 他过来也是 他就是特别难受 特别难受 整个身体 就是腰啊 波 它各种都难受 尤其是 颈椎这一块 和那个后背 R-Back-Law和Law-Back-Ting 这块都不是很舒服 所以说我当时就 但是我又看见 它有点虚 但是是医生介绍过来的 我还是想让它 一次就好嘛 对吧 所以我就给它 用到这边的一个穴位 1C 1C和这个 和这边 1C这个穴位 给它去扎 加上我们那个 R-B这块的一个穴位 去给它去治 治疗的时候 我扎完它一侧的时候 当然这个扎的时候 尽量就是 因为它左右哪边痛 如果它左痛 你就扎它的右手 右痛扎它左手 扎完以后 它感觉就是 环节很多挺舒服的 然后我是想让它 想让它更好地去 我看有人说话了 我去把它加一下 不好意思啊 请麻烦你把两位 一中一师加进来 好好好 我看一下 徐医师和胡医师 是吗 你看一下 你跑哪儿去了 看不到了吧 看到有你的画面 还有一个FORM在上面 把它翻回去 跑哪儿去了 一下 应该点这边就回来了 没显示 好奇怪 看一下 我不行 重新笑一下吧 可以了 可以了 能看到吗 没有对吧 看得到啊 能看到图吗 能看到啊 我怎么看不到了 能看到你和电脑 电脑和你 看到我和电脑 看不到那个入门 那个share的东西了 对吧 现在就全部到了 对 对 看到了电脑的一个界面 这个旧电脑就是这样 特别讨厌 小灯 我看怎么能 能在 我看不到 这个电脑就是太慢了,稍等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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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电脑就是太慢了,稍等一下。 能看到了吧现在? 现在可以看到吗? 可以了。 好,谢谢。 我们就刚才讲到这个医区了。 我就给他扎了单侧以后,他马上这个腰就松点。 但是他说医生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那我就想要不给他把另一侧也扎了。 稍微又给他挨的骨头的进行方加强了一下。 但是一扎完,他整个身体插了一鼓, 他就感觉到马上就有点那种痛是不痛了, 但是他就有点晕。 有点这个感觉,他就感觉好。 后来我是看他,因为他其实是昨天, 我就问他你是干嘛。 他说昨天做手中那些加班特别是身体弱。 所以说我是说这个手上的针的效果是特别强的。 所以说在用的时候, 包括你是想让他达到多强, 然后效果是多好。 有时候也不能说追求效果, 而让他,他是不痛了, 但是他产生了晕。 然后让他又做了一会儿, 一会儿又完结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做的过程中, 我们还是要把握那个度。 就是说效果也得有这个, 也得注意这个安全。 后来他一次就好了吧, 大概就差不多挺舒服了, 又介绍了两个朋友过来。 所以说我大家就是想强调, 手针这个针感特别强。 如果要是行针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人的体质年龄各方面, 千万别追求这个效果, 而让病人出现这种不舒服的症状。 这个是二区。 二区的话, 我也是之前讲的, 我尽量的把它能减的减了, 就是说能减减的减少, 能少一个字就少一个字。 就是说我就是希望展现到大家面前, 就是越简单越好, 可能就是你一两句就能说清。 这个就是二区, 它也是在首部的第二与第三掌骨边, 为TM二区。 它是掌骨近侧端, 顽掌关节至掌骨远侧端, 掌关节之间划分三等分。 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平时没事就摸摸那个骨头, 你对这个骨头要有个熟悉的感觉, 和知道它这个骨, 你下针的时候你就要明白这个, 到底你应该是靠哪边的。 这个骨关节它是两侧, 你有时候你要, 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临床中的感觉了, 有的时候你要偏左侧的二指, 或者有时候偏三掌的骨间, 你这个在不同的并和大体上你去微调, 它效果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就是说你竞争的深度, 和竞争的左右和前后各种这种,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微妙的, 有时候扎多了, 你就能知道这个人到底应该扎哪里, 效果好, 就是手上的一个熟练和经常扎的吧, 就是你去想它怎么去, 但是最主要我是要跟我的病人去沟通, 要看它到底改善没有, 它要没改善说明我还是这个, 对于它这个方法还是不对, 我就会适当的去调, 然后直到它这个马上说, 我这些都没了, 很舒服了, 我觉得这个就对了, 然后我马上下来就会赶快自己拿个小本记下来, 到时候再总结一下最近这几个病人, 他每个人的为什么这个有效, 那个方向好和怎么样, 我就逐步的找到了一些小的经验和技巧。 然后这个竞争的话还是从手背竞争, 像2A的话, 你真是像长脂关节方向45度竞争, 有时候你就手背垂直竞争, 就是说有不同的时候, 你要根据体位这个也特别重要, 就是你怎么去竞争, 怎么去闹,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 这个我老师实验是我们去杀的那个, 那个脚外翻啊, 内翻啊, 这些球膝偷着二股这些, 他一定要把这个你要适当的调整, 他的骨的方向和肌肉的方向为了配合你, 你怎么样可以让他达到最效, 就是有时候是我们, 有时候是患者的肌铁, 这个就是在大脑里头有一个就是说, 包括你扎他的时候, 像陈三啊, 这些很多这些穴位, 他都是有他特定的规律的, 他不是要完全要参照这个, 他这个穴位, 就是说书上写的那样, 其实书上写的是给我们大度一个概念, 你就像扎陈三, 我一般会找他肌肉变化和高低起伏那个地方, 我去揉他捏他的时候, 那个地方我问他, 我会从那个方向去调理, 他的效果可能会更强, 就像之前我们讲到那个, 他两个脚抬不起来那种, 我会手针扎完以后, 我也会配合他去扎尾中, 扎尾中的时候, 我一定会要改变他的那个脚的方向呀, 还有就是说我要会在他的那个尾中学, 尾中学可以上一点也可以下一点, 甚至可以上很多和下很多, 那你最终的话是有效, 所以说你就灵活的这个寻精方面去走他, 然后有的人确实你看我扎很多的, 他有些就是往上偏一点就是效果好, 有些就是往下效果好, 所以说你找这个穴位, 你可以再按寻精方向去走, 但是你在施针灸的真法的时候, 就是手法的时候, 你就不是从上下了, 你就是要从左右去, 去征伐, 就说你应该提他零度15度45度, 然后左边要是没有, 你从右边去提他, 所以说你找他穴的, 穴是冻的, 你找他穴的话你可以寻精, 但你施手法的时候, 你是要从左和右去走的, 这个就是我临床中一直跟老师和很多老师, 他们和我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个方法, 但到底对不对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这么操作, 患者效果也都特别不错, 我就把自己这个方面的怎么去对这个穴位, 因为我这种穴是动物, 所以说他要动, 他的病情变化他一定会改善, 而手法的话为什么是左右, 因为他神经方面各种方面, 你这样刺激他下去以后, 他的效果的神经各方面, 刺激量还是很大的, 一定要有他那个, 扎完以后有他的增感, 绝对不是说, 扎完人的病人没感觉, 那肯定不行的对不对, 你适当的手法要刺激量大和小, 你要去给他去改变, 该大就大, 该小就小, 那你就一定要靠过你的手法了, 像另外除了这两个话, 你的速度是一定的, 针灸我觉得好与坏, 我觉得这个手上的速度是特别关键的, 就是说你速度越快, 竞争越快, 你这个效果是决然不同的, 如果你要能把这个速度这方面去练习提高的话, 我觉得好多基本的病对咱们医生来说, 绝对是一个更高的一个提高, 这个就是我自己也在一直在, 天天都在练这个手啊, 这个纸啊, 练这个竞争啊, 这个我觉得像在品科国内读的时候, 大家都, 如果你是真的喜欢针灸和搞针灸的, 老实际啊, 你的朋友啊, 长辈看见喜欢你的人, 他一定会让你纸上的手的这个本领, 让你会提高的, 有很多种方法, 像, 像我一般早上的时候, 我会把两个手伸出来, 大指和二指捏在一起, 然后, 奔直的时候三个指头, 后面三个指头, 我去来回的去摆, 两个手臂伸结, 练大概, 练大概, 早上15分钟到30分钟, 你坚持去练的话, 你马上那个手, 只要持续做一点, 你的手就特别明快, 你看那个实验室做的凤凰展示啊, 包括很多其他人做的这些手法, 那其实他们天天也在练, 就是没事的时候, 手都在那去活的练, 你手零了, 你手法才能快吗? 一分钟达到120呀, 140呀, 180呀, 你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治疗一些病啊, 像各种疾病, 它效果真的不同的, 就是单纯的和有手法的, 那个截然不同的效果, 这个是二区, 二区的话, 你看这边我有二区, 三区, 四区, 咱们重点放在二区, 二区的话就放在, 其实它还是分成五等份的, 只不过这边我直接写个2A, 2B, 2C, 这样你好看的, 它其实从这边一共五份, 对吧, 然后这三个是中间的, 你就会更容易看, 你看2A, 2B, 2C, 这个就是, 你看我刚才说, 那个颈椎痛的的话, 我一般会把这个血放上, 还会把2C血放上, 2C的话, 它是这样子的, 血是45度进去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医区的这个血位, 这个点, 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它, 它那个手, 你看这个病人感觉怎么样, 你竞争, 你随深度这些, 其实是要根据这个病人的程度, 都和它这个疼痛都来改变的, 如果要是把这两个, 其实就, 颈椎痛, 其实就这两个, 我觉得就效果, 像气质型啊, 各种这种疼, 它效果都很好的, 如果它局部僵硬, 你再可以在颈椎排斥啊, 这些去, 不过我要比较严重的话, 我一定会把这个, 百会血, 和分持血, 取持血, 这几个一定会去扎上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 颈部手针, 这个, 这个血和这个, 2C血, 如果它没那么严重, 我通常就是两针, 就是, 就是前面这个, 这个, 和这个2C, 就足够了, 这个就是三区, 三区, 三区的话, 也是比较写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 三区也是在首部的第三, 三区第四, 长五骨架, 你看我特别喜欢, 就是强调这个骨头, 我觉得这个骨头的话, 你必须是, 我没事就喜欢摸自己手, 你知道, 摸每个骨头, 每块肌肉, 去找到这个感觉, 要不有些人的手上, 它有的是, 有的就是肉了, 有的瘦了, 有的它变形, 有的血管很多, 你, 你就是, 只有摸的多了以后, 我还会摸我家里人的, 我太太的, 我孩子的, 去找那个手感和这个, 不同的这个地方, 你慢慢就能体会到这些, 然后它是在这个, 掌骨近侧端, 顽掌关节, 掌骨远侧端, 掌指关节之间, 划分三等分, 还是之前讲的, 然后它就分别为, 3A, TM3B, TM3C穴位, 这个都是特别容易, 即和简单的, 我之前讲了, 我们把所有的其他解剖, 各种的, 我觉得那些是基本的东西, 就没必要在这里去讲, 像一般要研究每个穴位, 你必须要知道, 它从表层到底下的, 怎么走的, 它的肌肉结构是什么, 它骨头结构, 神经怎么, 我觉得最好是有机会, 就去解剖的时候去, 解剖室也去做做, 你喜欢的几个穴位, 你去知道它的神经走向, 去做一做, 会加深你大脑临床操作, 可能有个, 我当然学的时候, 为什么要做那个解剖啊, 要每个尸体的神经啊, 去走, 后来才发现你真正在用的时候, 你脑子里就知道这个神经怎么走, 会帮助我们去弄的, 也有好多特别好的这种解剖, 像有些是神经方面, 是德国人做的特别好, 有好多那种特别好的视频, 网上其实也能找到, 我时不时就会再看一遍, 整个身体的解剖啊, 它那个做的解剖都挺好的, 一个那个老外, 他们几个人, 外科医生做的, 然后3A的话, 针尖向长指关节方向45度竞争, 或手背垂直竞争, 3B的话, 针尖向手指方向, 或手腕方向45度, 然后竞争, 或向手背垂直, 他你看我这边就稍微多写, 就是讲就是他很灵活的, 就是说他很多东西, 就是说根据这个病情各方面, 和他损伤这些你去调, 这里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和这些你继续临床中, 你要把自己的思想, 和你学的东西各种去把它融入, 所以我学东西一般不喜欢死学, 我喜欢请教各个医生长辈啊, 这些甚至我的师弟师妹们, 我都会跟他们去交流, 我就把一些很好的东西去, 跟他们学互相分享, 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最终还是那句话, 看那个疗效嘛, 这个就是三区, 你看这样, 这样画出来的图多直观啊, 你给一些, 他们没有那么久的那个西医大夫啊, 各种去讲的时候看的时候, 特别容易让他们看清楚, 3A3B3C, 然后你跟他们说拿哪里去扎, 他们马上就会去找到, 然后自己他们也会去揉一揉, 他们, 我觉得有几个外国医生, 西医大夫挺有意思, 他揉每一个穴位, 揉完以后过来跟我聊, 他说医生, 我觉得这个穴位会揉完, 我哪里会有变化, 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挺好的, 就是他们那种专业精神也挺不错, 能静下心来, 对很多细小的事情去走, 我们中国人喜欢整体观, 但是老外很多喜欢具体观, 他甚至会一个点, 你说是对什么高烧啊, 这些用, 他就去试, 对吧, 他就揉那个点, 有效了, 他才说, 怎么会, 怎么确实是有效的, 其实这些都是国内临床上, 几十年一代一代的医生, 总结逐步形成的一个经验学吧, 所以说他绝对是经得起考验, 这都是古人长期留下来的一些, 我觉得是会啊, 这些, 我们只不过是把它逐步完善, 准结和形成吧, 这个就是四驱, 四驱也是跟其他一样, 尽量经典, 让人家一看就能知道, 也是TM4区的话, 是在首位的第四第五掌骨间, 就叫TM4区, 它是在掌骨近侧端, 顽掌关节至掌骨远侧端, 掌指关节, 之间划分三等分, 就是说的清清楚楚, 从顽掌关节开始分为TM4A, 4B, 4C穴位, 竞争方向均从首位竞争, 然后TM4A穴的话, 指尖向掌指关节方向近45竞争, 或手背垂直竞争, 然后TM4B指尖向手指方向, 或手腕方向45度竞争, 或向手背垂直方向竞争, 4C的话, 针尖向手腕方向45度竞争, 其实我个人在民场中发现, 就是说你垂直竞争和这个斜竞争, 这些是有分很多的, 就是说它其实有些书上有记载的很好, 但是有些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对的, 所以说我一般会试验它, 就像之前我们说的那个311那个穴位, 对吧, 它也可以垂直90度竞争, 它也可以45度竞争, 但是它垂直和竞争和斜的45度竞争, 它完全治疗就不让优, 所以要不它是治内障呢, 要不你还是治疗脑部出问题, 那个重分呢, 它这个是不同的,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每个穴位它为什么要垂直, 为什么斜要, 它都是治疗的方向, 治疗的效果和功能是绝对不同的, 这些功能和这些, 我觉得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把它去挖掘出来, 挖掘出来, 我觉得精, 就是精细到微小的调整的话, 它都会效果不同的, 我也挺喜欢总结这些, 自己也总结出来一些, 一些穴位的一些变化和这个竞争方向这些, 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 然后TM4区就是在这边, 你看就是从手腕这边开始分, 一定要手腕这边是A, 然后是B, 然后是C, 也是特别简单明了, 就是说, 把我们中医, 我们中医是最复杂了, 对吧,五行啊, 阴阳啊, 各种啊, 气血啊, 那真的脏腑变成八缸面, 太复杂了, 所以说尽量就是说, 做到可以让不懂的人, 就是简单的吸血中的人也可以, 简单直了的能看到, 你知道吧, 如果他有效喜欢, 他自然会去研究我们那些, 如果没有效, 没吸引人家, 说大多, 我觉得, 我感觉在沟通和教学中, 发现没用, 我之前在欧洲那边, 他们有个研究生院, 就是川斯维尼亚大学, 在那边给他们讲, 一些西一代本科毕业的, 讲了一些, 我觉得就是, 讲理论, 根本是有些人感兴趣, 但是云里物理的听懂, 但是实操过程中, 你一有效的话, 这些人马上就改变了, 学习的态度啊, 各方面就很好的, 所以说, 有些就告诉他们怎么压, 怎么弄, 他们拿就能用, 我觉得还是要从这个, 临床这个方面去入手, 然后引着, 让他们逐步的学习, 感兴趣中医, 这个是五区, 五区的话, 也是比较常用的, 它是在手背第五掌关节后撤, 为TM五区, 它是掌骨近侧端, 顽掌关节至掌骨远侧端, 掌指关节之间, 划分三等分, 就是说, 从顽掌关节开始分为TM5A, TM5B和TM5C学习, 然后竞争方向均向, 掌骨方向垂直竞争, 这个, 我觉得上次医生也问, 有医生问说, 竞多少, 这个其实这个, 竞的话, 你一定还是要自己去, 体验一下了, 我一般每学一种竞争, 我都查自己, 然后都要去试试, 到底他, 到底他怎么样, 就是说, 只有自己试才知道这个效果好与坏, 然后到底是怎么个感觉, 我之前学行脑开窍那会儿, 跟着导师学了, 那个硕士博士六年, 好多我在病人去扎, 但是你根本感觉不到这个, 到底是怎么样, 后来在自己身上去调才知道这个, 那个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再去给别人扎的时候, 你就会收获不同了, 这个就是5区, 你看5区这边也是这一块, 就是5, 从这边, 也是从这边开始说, 5A,5B,5C, 其实这个穴位就是特别常用, 我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都听的, 我之前讲, 第一次探明手针讲, 其实这个就是个激发点, 这个5B, 5B可以加强所有的, 它可以把手针, 这个手针在基础上再让它加强, 就是5B这个穴, 所以说我通常会把百会分池取持, 然后对应的刚才那些穴位, 该取什么就取什么, 后面会简单讲哪几个穴是什么病, 包括我们刚才有个全息的那个表格, 全部扎完以后, 如果病人效果还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时候, 我就会加一个5B, 加5B的时候, 我一定就要用到咱们那个动症呢, 就是说让它要配合这个呼吸啊这些去, 让它去配合这一块, 就你看现在也很多人就是在动啊这些去, 这个5B其实是可以让患者去动, 然后我们让它在吸气, 然后我们自己去激发它, 让它效果再上一层, 更上一层了, 让它整个效果就会更好, 这个就可以适当的稍微深刺一点, 然后去给它治疗, 一样这个也是你左侧的问题, 比如左侧的手臂和左侧的腿, 左侧的腰你就扎右侧的5B, 如果是右侧的话, 腰手臂啊, 你就插左侧的, 就会出来这个效果, 如果这个人撞死, 然后能承受, 那你可以插左右两个都可以插的。 这个就是手臣刚才我讲的, 一定要有他的注意的观点, 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 我们门派里面, 同盟里面有各种医院的, 三甲医院的很多啊, 各种, 他们有的特别扎的好, 有的就相对差的话, 我觉得主要体现在, 因为学的东西都一样, 主要就体现在他的手法和这个速度上, 再简单就是速度是第一的, 就是说真的速度手的快和这些, 你这个是没办法, 你只能去练, 你练的多, 手能控的快就越有效。 其实真正手针见效, 差不多就是一分钟左右, 有的就十几秒, 它有效就有效了, 你速度达到针, 马上它立马就减缓了, 然后有些慢性的, 你是让它去躺一躺, 但其实见效, 见不见效就是一到两分钟, 你扎对了就马上见效了。 然后它, 它在针字速度方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有几个观点, 一个就是说, 你拿针往你针字的这个速度, 另外就是你可以和你这个呼吸这个气的速度, 然后之前咱们也说到那个植物流度这些各个方面, 比如说你这一块, 如果你自己还有学过一些, 比如说那个气功啊各方面啊, 你这个对气的把握更好, 你可能会效果就更好, 但是那些也都不是关键, 关键其实还是你自己这个手上练渣的多, 比较去这方面下功夫的话, 你还会有的, 有的这个基础上, 你只要速度快, 那你有很多针法啊, 技巧啊, 在你手里面就真的很简单, 速度达不到的时候, 然后你各种针法, 各种那其实能起效, 但是就比较比较难一点和困难一下,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做我们针灸的, 一定要把这个手上的这个, 竞针这个速度这块要过关, 这个就是手针的适应症, 因为最早我们拿的课题就是, 治疗这个糖尿病嘛, 所以说我们, 因为糖尿病人是不能扎针, 扎的很多, 你像那他有坏菊啊, 亏烂啊, 各种的话, 你去扎针, 他本来免疫病, 皮肤都开始是烧痒啊, 亏烂, 一扎他整个糖尿病, 下次他烂掉, 他是很难复合的, 所以说你一旦扎, 很容易造成后继的一些毁坏, 伤到啊, 破损啊, 包括他血管的损伤, 这就为什么后来就想, 古语书里面也有很多就是, 不建议这个针灸去治疗糖尿病, 但也有一些医家是主张的, 就是综合这个方面是, 你有些真的不好治, 拿光拿药和那些也不行, 包括糖尿病引起的像肩周啊, 腰腿痛啊, 头痛啊, 本来是我们针灸强项, 但是你要给他, 他体征很多的时候, 又容易给他造成一个没必要的损伤, 所以后来也是说, 国家想能有没有办法, 这一块有所突破了, 这就是, 就是朝这方面去做课题, 然后就是逐步的放在手上, 他这个, 这个就是手上, 其实像肩周炎的话, 我们除了这个手针, 我们可以, 可以他适当的, 如果他严重的像糖尿病, 也分的早期中期后期嘛, 你像后期有像带着什么肾衰啊, 各种的话, 那时候你就要, 你就要尽量少给人家去用针, 尽量放在手上这些去做, 如果他处于早期中期的话, 你就可以, 比如肩周炎, 你就可以把新肩三针, 旧肩三针, 或者肩部排斥啊, 这些, 不会容易手上的地方去扎, 尽量我觉得就是, 上肢比较好, 下肢的话相对比较差, 能放在手上, 那就不要往上肢去, 把那个肩呀那些, 能放, 不放脚下呢, 尽量不放, 就是说, 还是以这个, 注重别感染这些, 像腰腿痛, 头痛, 这些都是可以, 手针解决的, 像昏迷, 这些都可以, 慢性病, 这些也, 也都是我们逐步的从, 从这个, 手针配合少量的体针, 去给他去治疗, 逐步的让患者减少, 因为这些外界的治疗, 引起这个不好, 像你看这个, 面瘫这一块, 我觉得像可以把一些, 浅次的一些针法, 去给他去做, 胃痛,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上胶动胶下胶, 你就可以把那个, 对应的去做, 然后就是说, 你从手上, 他可以配血来回变化, 比如说你, 逐步的去给他, 少量的去刺激他, 让他大脑产生那些技术, 去调整他, 而不是我们从他那个, 你看有些就没法竞争, 你看以前在内部立刻做, 他脚已经全烂了, 对吧, 他熟那些皮肤的消量, 你就从, 针你就没地方放了, 就往他身上, 他一旦, 我觉得有个病人, 脚都烂得起虫子了, 就是说你这种, 你就根本没法弄, 但是他熟的话, 就相对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他, 如果能配合一些少量的话, 我觉得就, 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也是我们对这个糖尿胃方面, 像这些中后期, 比较严重的人, 一些一个新的思路, 和治疗的方法了,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就去讲一下这个太明手针移, 急性症状的一些应用, 因为我是想正好有这个时间, 就我们大家一起再重新, 复习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些病, 然后再讲手针整理, 哪些学位去治它, 因为我觉得直接, 这样的话会比好的, 治疗, 其实临床见的最多的话, 就是这个急腹症的不痛, 这个其实挺多的, 就是一下痛了, 就像我不知道, 像美国这边还好, 像国内的话, 我们那边的话就特别多, 我为啥把它放到首位去讲了, 就是这种的, 这种的挺多的, 痛的也很厉害, 一下着急了, 你如果没有办法, 直接去医院干嘛的时候, 你最起码在去之前, 可以痛让它怎么减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用到一些手针, 也有一些就是确实就能缓解它, 或者帮助它, 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吧, 也有些致力的, 我也是这方面, 我又查了一些最近一些文件和这些,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别人怎么弄, 咱们怎么弄, 目前怎么治它这个急腐症的苦痛。 这个急腐症苦痛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种急性性疼痛, 你看我觉得就像, 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朋友, 他们也有过这种的, 这种急腐症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其实如果要是有些你查不出来, 但是你总痛, 那我觉得这种的话, 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越早越检查, 要不你很多的话你就漏了, 要不出现问题你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说出现急腐痛这种急性的, 我个人觉得一定要去看看病情, 去做个检查,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不这个也挺危险的, 因为它如果出现急腐症痛的时候, 它通常你慢慢发病之后, 它一定会出现腐痛, 腐脏, 呕吐, 甚至还有一些比较严重, 就出现大小便, 异常寒热出汗, 有一些就是一瞬间的你做到, 我觉得你做到大便, 一下就昏过去, 翻白眼, 这些都挺严重的, 就是说你有可能去检查的时候, 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但是它一定是一种急性的, 或者我个人很严重各方面, 它还是有问题的, 但是通常很多现在的一些检查, 它也不行, 但是病人它回来以后, 检查报告一大堆看不出, 隔个半年一年, 它又发生一次,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再说, 它病理性的症候了, 它其实它这个腹部的生理性, 和病理性刺激, 它是经交感和不交感, 和附膜必成的虚体神经, 全治大脑感觉增速, 产生疼痛感觉, 具有炎症耿阻核, 穿孔出血, 瘀血激进, 因为它是在这个病理性的症候是这样, 那其实我们针灸的作用, 那就是通过去刺激这个血位, 传到神经, 传到大脑, 让大脑产生, 所以说, 如果它的病理性症候, 和它是这么回事的话, 那我们针灸, 对它应该是一定有一定的帮助和方法, 所以说, 也就是为什么我感兴趣, 也是看看这些, 其他医家和这些, 我们中医对它去怎么, 但是我们想了解它, 我觉得西医这块做的比较多, 就是为什么我学一下, 我们学人家, 把西医的东西也了解了, 我们再拿我们中医去学, 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这个事情, 像外科的话, 医生见这种病是比较多的, 因为外科急腐症, 它会分为感染出血, 梗阻性和缺险性四大类, 他们通常是以这个四类去走的, 像它就是急腐症嘛, 就是那些发病特别, 病情特别重, 那变化起来也特别, 有的一瞬间, 就痛得过急, 有的如果你要, 我记得之前好像我们老家有个也是讲的, 就是有个, 送晚了, 痛就痛, 当时这个地区不太方便的, 把村子里面那些就没走, 结果第二天马上就被, 晚送了以后, 这个人就被走了, 也是挺惋惜的一个, 挺可惜的一个, 一个老师嘛, 当地的一个村里面的一个老师,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它出现这个的话, 有像我们美国, 如果我们出现这个很严重, 我们马上应该让它短整啊, 让它去那个找家庭医生, 或者给它去联系911那些, 这个我觉得出现特别严重, 我们要很及时的处理, 不要我们自己觉得能处理就去处理, 有些, 不是我们, 我们觉得有危险, 不是有范围, 我们必须把它转开, 还有要一定要了解这个腐痛的诱因, 和发生时间时发部位, 腐痛性质, 转规及腐痛相关的,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中医讲的一样, 我们要知道它之前怎么样, 现在怎么样, 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病史这些, 好对应的去采取一些方法去, 这个他们用最多就是手术治疗们, 对吧, 我们中医的话, 方法还是不一样的, 像西医一般, 如果它是右上腹痛, 以做胆囊切除手术, 那他们就不考虑胆囊炎, 有的是胆囊结石, 或胆图是结石手术者, 就考虑胆结石无法, 或者胆道参与结石, 所以他们是比较有, 就是说什么情况下怎么做, 像右下腹痛者, 如果以做那个蓝尾切除, 他就不考虑那个急性能源, 有腹部手术时的副动者, 通常考虑着粘连性肠根组的诊断, 其实这些是他们诊断,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诊断, 因为我们中医院证思维诊断的过程中,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参考人家的一些, 西医的思路, 和这些去做一个排斥啊, 或一个鉴别啊, 去帮助我们去诊断, 他们还有像胃十二指肠溃痒病史的病人, 突发剧烈腹痛, 首先就应该考到那个溃疡穿股, 这种的话, 我觉得就要赶快让他去医院, 要不人就麻烦了, 还有对女性腹痛病人应该询问月经史, 这个是中医也在做的一些, 所以说综合下来, 我觉得其一的一些东西也有, 我想放这个就主要就是我的意思说, 遇到我们不能处理的, 你像那个溃疡穿股啊, 各种的有可能, 我们要马上去排除自己的分析, 让他去看, 看西医啊干嘛, 我们不要还要, 将的非要自己去给人家治, 给自己找麻烦, 所以说, 一般他们就是用这个手术治疗, 然后他手术治疗一般适用性, 诊断明确, 需要立即处理一些极腹针, 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特阳穿孔啊, 致弥漫性腹膜炎啊, 和化能性, 或坏脊性胆囊炎, 化能性梗阻性胆囊炎, 和急性蓝尾炎, 完全进肠梗阻, 这些的话, 我觉得就不要去给他什么, 马上去, 能有条件一定要去让他去, 去看西医, 去手术这些治疗了, 像诊断不平, 但病情危重, 和腹痛护膜炎提升加剧, 全身中毒明显,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我们要, 我们要去处理的一些问题了, 中西其实有很多的结合点, 其实如果对他去走的话, 那吉普中我觉得中西结合点, 很多查了这些资料和文献, 所以他们就大家共同认为的话, 基本中主要就包括这个, 急性抚膜炎, 鱼腔浓肿, 还有上肖化道出血, 和胃疾十二指肠, 溃疡急性穿苦, 和急性肠梗阻, 和急性蓝尾炎, 胆囊系统感染于胆石症, 胆囊回虫病, 和急性胰腺炎, 骨骨壁核症, 所以这个在治疗过程中, 我们在他前后, 我觉得, 或者如果在急性的时候, 如果没有吸引那些趋势, 我们也会给他起到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大家, 他真的对这方面是治疗效果特别好的, 我也看过一些, 确实是, 确实是真的就是不比习疫这个差, 你知道吧, 他也治疗效果, 但是, 我觉得, 那个是有一定的那个经验, 和随总在那家才能达到的, 还有他治疗过程中, 其实他有很多容易误差物质, 和导致一些最后形成不好的一个形成过程, 就是通常这个我觉得最容易混乱的, 因为我是对糖尿病这方面感兴趣, 所以就查阅看的和接触最多也是糖尿病这一块, 所以说他这个中, 我就找到一个挺不错的这个文件里面就讲到这个, 所以我就拿放到这边想跟大家去分享, 要像糖尿病那个疼症酸中毒患者, 他会也会表现为上幅度疼痛, 齐周疼痛, 及腹部疼痛症状, 少数患者疼症腹泻或者恶心呕头, 这个就很容易误导, 你知道吧, 就是说如果他是糖尿病的时候, 你就要要注意一下, 因为糖尿病, 糖尿病, 糖尿症中毒患者也会发生那个腹痛症状, 它与外科疾腹症, 它特别相似, 这个我觉得好些医生, 他们都会把那个误会, 但人存在的内科疾性腹痛症, 具体表现你像糖尿病的话, 它一定是会出现口干, 乏力, 多尿多食等症状, 然后先出现呕吐, 再发生腹痛, 具体特征是, 体症轻, 弥漫性及症状重, 肌体, 同脊型尿糖呈阳性, 这个化验肯定当时没办法, 还有血糖呈高, 给予针对性治疗症状, 患者服务减减, 这个其实同症状重毒是特别可怕的, 而且很容易要命, 这个就是一定要在治疗这个腹痛这些的时候, 一定要问它有没有糖尿病决限, 避免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单纯的认为, 它只是一个腹痛的这种, 到时候万一它有这个同症状重毒, 血糖升高各种, 那挺危险的, 然后, 糖尿病同症状重毒患者腹部剧烈, 但压痛不明显, 这个就是一个区别, 然后患者前会出现多瘾多尿等糖尿病表现, 但个别患者有腹部压痛及反效点, 外科及腹症者发生腹痛症状后, 有明显腹部压痛和反效, 这个是它一个间谍, 那怎么和它不同,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区别, 在临床上区别它的不同, 而去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方案。 那我们中医对这个吉普症, 其实这个也不是很陌生的一个, 中医对吉普症去查的话, 好像文件专注, 没有很多人去对这方面做一个更深合, 更挖掘的很好的一个研究, 但是中医中我们也包括一些像腹痛啊, 结症状啊,回绝啊, 肠结啊, 那个病中, 像胃蚌痛啊, 呕吐, 便秘, 黄胆这些, 其实这些的话, 我们中医也都提及到的, 也跟它是相关的, 我们也是从这方面可以查阅一些资料的。 像中医文像, 对这些病症的病人症候是有, 这些就比较有足够的那个资料可以查了, 也有一些很好的经验, 像我就看了也特别多的, 也是去看看他们那个能不能找到一些规律, 因为我是喜欢总结这些前任的一些东西, 拿出来去验证它, 验证它到底可能当时是有效的, 因为我估计当时的人们的饮食各种都不一样, 到我们现在的话, 可能是在它的基础上, 他们去保, 像古人, 像那个汉代张忠吉的大黄, 牡丹, 皮汤, 一眼, 褲子败帐, 散乌梅园, 大成吉他, 彩虹三, 五倍极丸这些, 我觉得这些就是当时这个,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适当的去辩证去加减, 这有个大的方向下去, 给它去治疗的话, 疾腹症方面加上针灸盒这块, 它会效果就会更好的, 其实我的这个前途想, 我们去挖掘出来一些好的一些东西, 我们去把它有用的拿出来, 没用的可能是现在还不太明白吧, 就可以暂时先放一放, 以后再逐步的去了解它。 一般我要去治疗任何一个疾病的时候, 我通常一般都会先把这个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是来着患者来了, 我一定要问他,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就, 其实挺浪费时间, 但是我每次都会花一些时间跟我的患者去沟通这一块, 我一定要清楚他什么原因引起的, 我就会多问一些, 然后其实问完以后, 我其实也是对我自己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提高, 通过他们聊天问啊, 或问诊的话, 我就会把一些他们说的东西记录下的反复推销, 然后想找到一个就是说, 诶, 这种疾病它是怎么引起怎么弄的怎么治的, 然后对比上个相对性的病人他们有什么区别, 然后最后想找到一个一个规律性的治疗这些, 所以为什么? 像疾病症的话, 它发生的原因, 其实不外乎就这个四种吧, 饮食不节, 饮食不节这种太多了, 你知道吧, 像年轻人暴饮暴食呀这些, 这都特别重要, 生冷的东西, 它都会损伤这个脾胃, 那脾胃用化就会失常, 然后六腑的传化就无能, 然后这些就会出现生湿生热, 这些我觉得就是说, 它是一个简单, 当时我们前面讲, 我一般喜欢用那个多维全息的综合的方法去给病人去看病, 所以说我在这方面, 我觉得这个饮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我会让我的病人一定, 如果他不对的, 我会饮食吃的不对, 我会给他制定一个方法, 告给他去怎么吃, 像, 像要是, 它是, 一般因为我之前糖尿病接受出来, 像糖尿病人的话, 我一般会要求他们一天三餐尽量去按时吃, 吃的时候我让他们去吃七成饱, 也就是说根据自己饭量吃七成, 就是说, 我不吃撑也不吃饿, 就不吃多, 然后就是说饮食要均衡, 就是说你什么都吃, 但是你不要量过, 偏于说我喜欢这个就多吃, 喜欢那个就, 我不喜欢那个就少吃, 我通常是让他们多一些样, 然后量少一点, 控制住, 这样的话让他们身体就会很好的去, 去有个很好的, 长时间对这个脏腑功能一个调整, 我会让, 这样的话控制的也相对血糖, 和病发生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过时那些, 也是损伤比较大, 然后像这个提供的, 寒温不适的话, 致食外寒, 外邪的话, 有寒湿热鞋, 运节云内, 低温土隔, 然后气血凝脂, 这个也是这个气候外界这种, 对它引起的, 也是比较, 像脖子痛腰痛的话, 我就会让他们早晚注意, 那个穿衣服衣领的时候去护足一点, 因为你通常他们肩痛啊, 腰痛脖子痛, 有时候并不是从腰上直接去的, 它是从你的颈部这边, 直接寒气进去以后, 最后达到那个腰痛, 甚至有些脚后跟痛啊, 这些都不光不单纯是肾脏各方面的问题, 有时候就是经络方面的, 寒气从这个, 都脉上面下去以后, 引起了它这种痛, 如果能改善这块, 它就会比较效果好了, 如果你先护足它, 然后它还有像, 虫急结石和分块阻塞, 致使腹气从实讲长到传话不利, 这个也是一个, 但是目前这个应该相对比较少了, 以前的话, 我听一些老的医生讲这个是比较多的, 所以现在的话, 几乎这块就比较少, 除非是落库的一些地方, 但是这个情质内伤, 我觉得现在是真的挺厉害的, 除了这个饮食下来, 主要就是情质内伤的,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疾腹症, 好多都是这个情质引起了, 我觉得这个的话, 还是要去要去, 像调整一个很好的那个心态, 就是不能让它那个暴怒伤肝呀, 优似伤疲呀, 因为这样的话, 它你整个身体就会出现那种, 续血成尾, 然后晕腮不通的这种经络就会受损, 所以说这个情质方面, 我觉得像我接触最多的就是, 糖尿病和重症病人, 我觉得好多病人, 全部是由这个情质, 你看一个就是, 以前我们说是胰岛功能很多, 后来我发现很多都是那个肝功能出现问题, 你看问他去, 他一定出现过脂肪肝, 轻度脂肪肝, 中度脂肪肝, 这些之后又出现糖尿病的, 这个我觉得就挺有事, 还有一个就是脾胃, 我觉得虽然说没有太多的事, 但是之前有两个病人, 他是做了脾肪的手术, 做了脾肪手术, 再回来的时候糖尿病好了, 所以说我就觉得有一些脾肪肝这方面, 对这个血糖方面的控制, 也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些改变吧, 所以说, 这些原因都是引起脂肪肝的一些主要的因素, 也能够引起脂肪肌肌出现而发病, 所以说我们治疗, 不懂任何疾病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还是要把咱们老祖宗说的那个, 里面的万文问题啊, 辩证分析啊, 各种啊, 饮食啊, 四体各种, 我觉得这些因素还是要考虑进去来, 这样的话, 病人治疗起来就会比较更好了, 其实有些人, 我们现在有些人都省略了, 对不对, 甚至有些医生连把脉这些也不去做了, 我不是说这边, 在国内的时候也是有好多医院, 直接啊, 开进来, 开个房子, 我就觉得有时候有点太西医化了, 就是说, 可能是他见的第一种病人特别多, 他不用问就知道了, 就是, 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应该适当去, 即使你知道, 你应该去看一下他变化, 怎么样去走, 这个比较好, 因为我们还是要充选我们这个, 房地内地啊, 这些去, 去,去,去,去想, 像这个吉普正的病理的话, 就是, 六府为传话之府, 书文武章别论里面也说, 六府传话物而不常, 故时而不能满眼,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所有人都特别清楚的, 对吧, 但是, 运用中我们师傅在用的时候能想起这句话呢, 还是是, 还是就不把它当回事, 其实有些话就是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用起来一定要深入理解它去用, 我觉得会, 效果会更好的, 因为我也是反复的, 有时候, 一句话反复读很多, 诶, 治完一阵时间, 一个病人再读这句话, 肯定又不一样的感觉, 吉普正的病理主要是脏腹气气阻泄, 尤其是脏气通降失常所致, 所以说这种的话, 还有他这种突发的脏腹气通降失常, 体肆不通的话, 导致气气阻散, 不通折痛, 因而吉普正也成为疾病, 其实这二家, 为什么我说咱们可以拿针灸去呢? 因为这个不通折痛, 这个痛这边它正好是这种气肌阻散, 那么针灸是通过经络行, 就是对这个气肌调解, 气肌就是气的运动程式嘛, 如果你能把气肌弄好以后, 它气通血自然跟它通, 那痛就会, 所以说我就说, 觉得从内经各个方面来讲,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 针灸治疗它一定会效果不错的, 这是从中西医方面来说的话, 现代医学极腹症主要是梗塞方面局部炎症, 然后像梗塞主定细菌繁殖, 就是我们从实验室的方面来看,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加重了炎症, 之前我就讲, 我觉得炎症的那个组织水肿, 就进一步翻成那个梗塑, 两者常为互为因果, 所以从中西医方面来看的话, 不通都是几分之具有共同的规律, 就是说, 不管中西医, 它都是有这个原因, 不管是你是讲这个经过呀, 讲什么呀, 它讲炎症呀, 它的核心和这个都是这方面, 所以说, 再加过一些临床的实践去, 是吧, 我们可以观察以通为用的种则, 就治疗中可以以这个为种则, 才能有效地促进六腹期间运行, 而恢复调过以通降为性的共同生理, 促使这个机器病理状态回本,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白了, 就是说, 以通为用, 不通折痛, 我觉得这个就是治疗它的一个核心, 就是巴克斯足够去理解的, 你可以不用把它那个什么实验, 是各种啊, 它通俗的就是这几个字而已, 这个我看了一个不错的文章, 我就想跟它去跟大家分享, 我也去用过的, 觉得也确实不错, 它这个是理气活血药物治疗外科, 其不正术后的一个并发症, 他们这个团队, 他们是用了一个自己做的一个方子, 自己去消瘀汤治疗, 然后像那个深黄疾二十五克, 三能八克, 陶瓶红花相互, 然后陶瓶红花相互的话,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 像你说这个指壳它用的十克, 和那个供应二的二十克, 红层三十克, 肝草五克, 其实看起来这个配舞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用到临床上, 我看他们做的整个实验的, 它虽然样本量不高吧, 三十八粒, 但是当然它这里面也配舞了一下, 像发热的, 它加银花, 黄芹, 加白朵, 然后半湿热, 加滑蛇, 黄芹, 像切口痛, 位于上户, 就加财户, 位于下腹痛的, 它就加财户, 木香, 雪橡高的, 加一米, 然后长沾连者, 就加财户, 木香, 台污, 赤勺, 然后俯枪传业, 集业者, 就加一米, 台污, 护口, 就是说它每日一季时间, 两次混合后, 找我说, 它这个还有, 它三十八粒, 它治完以后, 它治愈三十粒, 好转八粒, 无效淋漓, 总的效, 是百分之百, 其实这个和, 我们针灸那个, 中折痛是一个道理, 它只是用药物的方法去, 走这个, 走这个去效果治疗的, 我只是想从不同角度看, 它这个用中折痛这种去治, 效果的说明, 这个是针灸治疗疾苦痛的一个研究, 研究概况吧, 它就说针灸治疗疾苦痛, 是应急可缓急, 以止痛, 又可以写, 这个就是很, 他们查了很多文献, 综合了很多就是以前的人看过以后, 总结出来, 所以因为针灸还是治疗疾苦症是比较好的, 这是通过无数的人发表文章总结出来的一个认可吧, 然后也有用一些像那个头针呀, 怀针呀, 简易透针, 而去提高那个疗效这种突破, 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不立刻手术的话, 像早期即时实施针灸治疗, 它可以, 也是可以渗出使用消炎的, 因为刚刚中学的西医认为是炎症的, 稳定病期缓, 缓标期, 而且对部分病例上可化险危险, 这个都是他们做完以后, 发表出来一些文章和那些, 总结出来这么一个, 我就想证明就是说, 我们针灸是可以治疗这个浮动, 很多人也去, 去落实它了, 这个就是他们治疗一个, 蓝尾炎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 针灸对极性, 单纯性蓝尾炎疗效博家, 这个是南京铁道医学院, 单纯症症治疗172例, 但我查了一下这方面, 就是之前的, 年早的时候, 咱们国内这块做的比较多, 到之后近代的, 我可能因为是西医后入介入, 我们中医这方面的文件啊, 发表文章这些就相对的比较少了, 所以我看到这篇, 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把它也去摘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这是172例, 全医120例, 369.98, 平均住院是4.4天, 症状消失, 体温和白细胞技术转正常, 它这个取学方面, 它是取得我们比较传统的一些, 它是, 这个中和的, 我看了它, 还有它们, 它们之前也是, 这个团队做之前, 也是参考了很多医书和各家, 它们选了, 所以最后它们选了, 是逐三里和上级医兰尾学为主, 也有那个尖取那个, 下部阿世腿去痛点去治疗的, 然后再去担, 尖血上吧, 它半发热加取齿, 合骨和齿折放权和恶心有处者, 然后针那个内观和中腕, 它用的就是这种传统和最, 最常用的一些去做的, 然后它这边也用到一些手法和, 针丝得气后, 皮擦粘转之泄法, 留针20到40分钟, 或用电针粗密波分钟, 每天治疗一到二, 这个整个治疗下来的话, 这边他们那个, 这个整个治疗下来, 整体还是, 我看的是挺好的, 我看它那个结果, 结果是蛮不错的, 治疗的这个效果, 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那个研究的一个文章, 然后下来的话, 针灸治疗蓝尾炎的作用机理, 这个就是, 就是说, 探讨治疗蓝尾炎作用机理, 这个是用了现在的一些, 现在证实的60例, 那个慢性蓝尾炎病人, 就是凡针字后,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 这个挺好的, 就是说, 我觉得它这个说的特别好, 就是它通过这个图来看的, 就是凡针字后, 现真相显示那个蓝尾弧度粗细, 或那个有点缺乏变化, 或蓝尾分布气泡, 顺时缺乏移动者, 针刺治疗剂无效果, 就是它看到这种的美像, 那怎么样才有效呢? 那它, 它观察就是针刺前后出现蓝尾, 蓝尾的那个盘动的话, 即那个随蓝尾移动而移动, 那个局限性痛者, 那个针刺效果就好, 那我为啥是想看它呢? 我就想那个, 就是那我们怎么可以真实出现这种的, 那我们即使这个反倒推过来, 就是说我们施手法和这个扎针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怎么可以达到那个, 我们可以通过反向的推, 就是说扎成那样的, 那它效果就有了, 这个就是我觉得, 它其实这个挺好的一个, 从西医的一些角度, 找到一些疗效好的原因, 然后再反推过来, 我们针究怎么去能扎到, 就是让它这个移动, 如果能扎到这个移动, 那说明我们这个针法就可以对它去解决, 就跟它做手术治疗一样的效果了, 但估计这个肯定是需要, 我们去大量的投入人力物力去做的一个事情。 这个也是一个, 它一个厌案, 我也是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缩阴症, 就是针究治疗某些无极性手术指针的疾腐症, 这个显著的指动作用,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之前这个人, 你看这个比较久了, 你知道1972年的一个典型例子, 但是它比较写的, 我觉得挺真实的, 很比较详细, 就是这个江某某, 南27岁, 宁湘县武装部队的吹逝员, 1972年11月3日晚急诊, 它的主复是那个, 主复是那个水泻腹饮痛两天, 少府剧痛两小时, 就是它这个是已经有两天的这种痛, 然后少府也是痛了, 第二天的这个两小时痛的比较厉害了吧, 然后病史是前天体水泻, 每天十多次半腹饮痛, 腹的那个西药那个黄岸米片削减, 然后昨天体就腹那个土梅树片, 然后今天下午水泻三次, 入业后突发少府去痛如酒, 然后自腹过香正气管和十滴水去痛片, 然后痛就会减掉了, 然后坚决因为那缩入腹, 护蚝翻滚, 然后请于那个初枕, 所以说它这个的话也是比较痛得厉害的, 然后枕的过程中的话, 就是说, 左脉成为玉洁, 右脉成腐, 蛇担子, 胎裹摆, 全身冷汗如油, 四肢阴冷, 阴囊已全部缩入腹中, 其实这个还是真的挺着急的, 这种如果冥床看到一下这种出现的话, 龟头上隐约可见, 口成指加均成黑色, 你看整个这种看点就是这种鱼啊, 子啊, 肚啊, 色啊, 腮啊, 这种一类型的这种, 这种脉象和蛇象, 就是说, 这个在治疗过程中, 他就先, 他们这个就先用了, 他们就先用了, 这个针刺大墩, 太墩三英胶, 取权, 均无针感, 未, 没效, 就是说, 他扎完这些, 没啥用, 就是针感啊, 看来都没什么奇效, 就是说, 就是在想那个怎么可以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用大火灌, 把那个神阙观元后烧, 痛就烧缓, 然后再纳那个盐, 天齐用那个枣和大爱荣, 然后加上那个盐, 然后去十个那个盐灸, 然后施灸这九状石痛大减, 冷汗减少, 阴囊有浮出之势, 施灯这二十状石, 腹痛全消, 冷汗一次, 四肢微温, 阴囊全部复杀, 随之入睡安卧, 我就觉得他在家, 你看他那个四肢阴囊, 阴囊说, 我觉得这个就是除了愈合, 这些不通刺痛里面, 那个原则里面, 他还有寒这些在里面比较重, 就是为什么就是说, 他我们扎那几个可能没效, 把这个揪进去, 把这个寒能可能就帮助他这个, 不通刺痛更好, 帮助了我们那个针灸的一个效果, 然后他自上午浮诊的话, 腹痛未再发, 然后就有些神皮纳叉啊, 然后, 然后这个像麦你摸他就是成, 还薄白,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本, 我觉得这个做, 这个人很想的就是说, 那你寒症可能寒是没涂, 这个预寒症, 所以他就用了火针, 然后去做那个羊齿和足三礼, 一次以后这个病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 这个还是这个本的过程中, 还是用了我们那个针灸, 不通刺痛, 然后只不过是, 把这个针达不到那个, 那个不通刺痛, 用这种灸和这些, 加强了他这个不通刺痛的效果了,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说, 如果你要是可以用更强的刺激这些手法去, 去这样, 可能也会好, 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去配合的去治, 我这个病, 后来我觉得他这个,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 像能把这个, 用这个罐呀, 揪呀, 和火针呀, 把它这个解决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们临床上可以去借鉴和学习的一个这种, 遇到这个, 他这种就没办法召集去治, 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吧, 但是像这个的话, 我们在临床上一般我们手中的话, 手针去治疗的话, 我其实就很, 就是用了四个穴位去治疗, 效果也是蛮不错的, 这四个穴位也是我们经常在医院诊所常用的, 就看是简单, 但是它效果是蛮好的, 就是你把它这个手法刺激到了, 像内观, 毒三零, 1C学, 2B学, 这四个学, 反正我是用治疗几个的话, 都效果蛮不错, 包括我们这个很多团队医生, 他们都在用这个去治疗, 当然这个是一个配合的, 你也可以把一些IgO啊, 其他啊, 和一些都用起来, 但是这个, 如果你在没有其他方法的时候, 没有其他辅助中心, 特别着急, 你可以拿这个去试一试, 看怎么样能帮它缓解一些疼痛这些, 我们要不要歇一会儿, 我们要不要歇15分钟, 当然好了,歇10分钟, 讲了好久了,累了, 好,我们歇15分钟吧, 要么大家都听得累了, 对对对,好, 你也休息一下喝点水, 好,谢谢哈, 一会儿见。 下宫论断也能够 Mann, 老師, 我里面所讲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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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